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的东家Ace Exchange 那么我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也算是一个和各位不经常的大佬相比 我算是一个入圈比较晚的小白 然后我入圈之后是在第一个 一直是在台湾的台湾第二大交易所Ace Exchange工作 然后做的职位是Winter Capital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Ace Exchange Ace Exchange它是全台湾最大交易所 然后的话像它的话 在台湾的话 它的交易所都是需要有法币作为 也就是台币作为支撑的 所以说Ace它是和 它是和台湾最大的信托公司去合作 然后他们信托的总体量 大概是在三亿台币左右 反正说这么多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交易所 OK 那么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 这个Z-Bike Z-Bike的话它是一个留支付 我这边的话 从中文大家比较好看一些 Z-Bike的话它是一个留支付的 这样一个区块链协议 那么的话 它是主要是它的这个发布链 刚开始在Solana上 然后现在的话是因为Solana 最近有很多事件爆雷 它迁移到了币安链 但anyway它未来也会去走这个 跨链路线 那么像Z-Bike的话 它这个东西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像是刘之富 刘之富它其实在我来看 它就是和DeFi Wapong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这个DeFi Wapong是复工资 比如说 今天催眠大师雇佣了我 然后呢 我为他去做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 比如说今天催眠大师 让Nova去做一个 参与一个Hickson的项目 那么呢 他给我约定好的是 比如说是 像是一个月给我50个以太坊 当然这个 那么他可以设置一个刘之富 也就用DeFi 可以设置一个刘之富 用这个刘之富的话 他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刘 把这个50个以太坊 30天 以每秒钟的形式 打入到我账户当中 如果说我不工作 或者是说 我们当中有利益的冲突 那么催眠大师随时的 可以去终止对我的支付 而对于我Nova的好处在于 我随时的可以去 获得这个以太坊 就说明我工作每一秒钟 这个以太坊都会打入到 我的ZBag钱包当中 那么我就不需要 再为自己的这个生计担忧 很多时候的话 你像是劳动者的话 他们的话 比如说就是尤其像是 在国内我们都知道 打工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 8000块钱的工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很快就要交房租 这个时候怎么办 对吧 那么ZBag就这样是 提供了这样一个协议 它就是你可以以每秒的 以秒为单位 去给你转账工资 你工作一秒 你就获得一秒钟的工资 而不是说是 我们约定一个协议 你这个你这个雇佣我的人 他是以周 或者是以月的方式 付给我工资 而是以秒的方式 付给我工资 也就是我工作每一秒 都会有这个工资所得 那么 打开白皮书来看的话 对 这个就我刚刚讲的例子 如果要是SUM 他去想聘请David 去构建这样一个项目 以50Solana的时间 想要去让这个David 去参加这个黑客 黑客松 然后为期40天 那么他用这个David 可以创造什么 可以去创建一个留置户 他会先在这个David 钱包里面先去预存50Solana 然后这50Solana 以每秒的形式 去打给到David 这样一个钱包里面 比如说David 他工作 工作每一秒钟的话 他就能获得 我算一下 如果要是David 工作每一分钟的话 那么David 将获得 工作每一分钟的话 David将获得 万分之1.13个Solana 也就是说 就是他就是一个 跟DeFi 挖泡一样 你在DeFi 挖泡的时候 这个也是每秒都是在去获取这个收益 那么你像是这个留置户的话 他也是每秒都是给这个受购员工去打这个去转这个工资 那么使用Zepic这个协议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第一点的话 他会给这个发送 发送者和这个接收者提供这样的一个流动性 这个流动性的话 就是像我刚刚说一样 解决这个工资的 及时的转账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消除的像是 你是打零工呀 这样一个支付纠纷的问题 因为他是每秒都在结算 你工作一秒 我就给你结算一秒前工资 而不用说你好 你工作一个月之后 然后我不给你工资了 或者说是怎样怎样 或者说是跑路了 这个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将员工的这样一个工作时间给具体 工作时间给具体的代币化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提高生产代币生产力 因为员工能够实时的看到 他在工作每一分钟 每一秒都能有实时的这样一个代币的收入在 然后就是第四点的话 就是这个协议执行之后 未来的话 可能就不需要再去签任任何的雇佣合同 因为这个雇佣合同的话 他每秒都是在给你转账的 所以不用担心 帮老板去工作之后 然后自己这样一个 不会获得相应的报酬 好 那我们再介绍完ZEBIC 他这个协议的大概这个东西是什么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ZEBIC这样一个资方背景 那么像我们的ACE Exchange 他也是参与了ZEBIC这个总责任同志 当然我们太晓了 没有在这上面显示 那么像ZEBIC他的获取投资的主要是由Solana Vinture 还有Coinbase Vinture 还有这个USDC USDC的这个发布者 Cycle 然后还有像是OKE这样一个交易所 以及我们所熟知的LightSpeed Lama的Research 这些的投资 这些的web3投资机构 或者是交易所的投资 这个的话 我也是去查了一下Coinbase 那边还有Solana那边的就是投资记录 这个确实是真实投资的 那么他们是一共是Solana Vinture 加Cycle 加Coinbase 加这个LightSpeed 加Lama的 还有加这个OKX 他们是在三月份一共是投资了将近 一共是投资了2600万美金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蓝筹的项目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点 对 他的话他本身的话 Zabic他本身 他是有一个钱包的 这个钱包可以帮你做加密货币的基因管理 然后同时呢 同时他也可以去创造一个支付流 去转账的时候是按照秒来转账 那这样就可以形成多种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去给员工去付工资 然后或者是去订投订投以太坊 订投以比特币 然后的话多代币的话是他这个就是他的钱包是支持多种代币的管理 然后可定制的话这一面我要强调一下 他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在国内我们是996那好那好我给我员工可以这样发工资 一周的话周一到周六去创建这个支付流 然后从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去以每秒 比如说我一天的工资是1000 假设说我的9个小时的工资是 我算一下 假设说我12个小时的工资是720首拉纳 那么平均到每分钟的话我就一首拉纳 那么平均到每秒的话就60分之一个首拉纳 那就是说如果我设置这样的一定定制这样的一个9962工作日常的话 那我就是周从周一到周六开始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 他会以每秒钟都会给我打60分之一个首拉纳到我的钱包账户上 还有的话就是他的话他也可以就是去做一些个像是比特币啊 还有以太法这样一个定投的这样一个策略 然后他的这个操作步骤就是很简单 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售钱包了 他现在的话是转到币安链上了 对然后这个提取余额的话 这个一会再说他还有一个debic的 他自己和Visa合作的一个储蓄卡 就可以实现实时的OTC 就将这个zback他里面的这个加密货币实时的转化为现实中的这个法币 对然后他说的是不仅这个翻译错 不仅仅是留支付 对这个就是他说的一样 这个就是自动的去定投 自动的把你的比如说你工作是你工作你收到收到了这个是薪水 是Solana 他可以自动的按照定投 实际上是把你这个Solana给转化成以太法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他里面会有一个质押协议 他是和龙头算是DeFi龙头去做这样一个质押协议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有点类似于他内置了一个余额宝 然后你每天把你的加密货币存在里面你可以收取利息 然后这个就是不太理解了 对然后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一个免费的这个法币通道入口和法币出口 这个是OTC这一段 他的OTC很有趣 他OTC是他和是Zepic和Visa去一起去做的这样一个去合作做这样一个借记卡 那这个借记卡的话它是可以既支持法币又支持加密货币的 我看到这样是这样 你可以在这张借记卡上去存储 去存储加密货币 你也可以去存储 法币 并且你也可以实时的去将这个加密货币和法币进行这样的一个转换 当然这个场景的话它更多的它是适合于非洲的那些一个没有金融监管的地方 就是没有像是那些银行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个完善的中心化金融中心的这样的地方 因为你要是说在 比如说你要是说在国内这个监管很严 他就是做不了这种事情 但是你要像是说是沙瓦多他们就急需要这样的一个借记卡去帮助他们去存储加密货币 并且的话是实时的拿这个借记卡去用加密货币在线下落地的消费和支付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在到现在为止的话还有世界上还有将近20亿的人 他们是没有银行身份的也就是比如说像是很多的非洲的国家 他们是没有银行这样的一个金融体存在的 那他们那么对于你比如说像夏娃瓦多 他本身的话还有那个货币贬的比明币还要不值钱的那个国家 对吧那他们的话他们法币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没有什么支撑力 或者说没有什么信任背书 那当地人的话可能更希望的是去通是过去加密货币的形式去作为他们劳动报酬 那他们就急需要这样一个可以去把他们加密货币随时消费 随时应用的场景而不止仅仅是投资 比如说我今天我拿Zepic这张借记卡 我就可以去餐厅 我以我以两个Solana的价钱我去吃一顿饭 这个样子 所以说所以说Zep这也是当时的话 这个我看的是Zepic他们这样一个宗旨 他的这个创始人是一个尼布尔人 然后他就是在他的这样一个推特上 当时就是说了他就是见到了很多 他就见到了自己 右边这个还弄成英文吧 他就是见到了自己很多很多 自己政府尼布尔政府而腐败 然后所以说他想去打造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 以数字货币为主流金融体这样一个世界 然后并且是人们可以自由使用数字货币 去进行线下这些交易 那所以说这就是他还有就是付工资 然后这个就是他打造Zepic这个目的 OK 然后我们的话再来说一下 就是Zepic他的这个社交方面的话 都是有哪些个进展吧 我看一下像Zepic的话 他特别神奇 就是他的推特 他的推特人数的话 差不多是有17万粉丝关注 但是好像关注他的这个中国人并不是很多 我当问还有他的这个discord也有差不多是4万多人的关注 他taggram更不要说了 taggram的话我是根本就没有挤进去 将差不多他是一直都是20万人买的这个状态 但是很奇怪一点就是我看到像是像是像网像是YouTube上关于Zepic这个报道 尤其是近期的报道是非常 关于这个Zepic的报道 他是非常非常的就是Zepic他报道尤其是近期的报道是非常少的 然后的话像是中文版的这样一个分析的话也是基本上是我可以看到都是10个月前7个月前的 这个是我特别奇怪一点 好像这个项目的话 他主要的话做市场还是以东南亚或者说是非洲那些个欠发达国家去 主要成都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像是Zepic他的币价 Zepic他是今年的像是他今年3月16号上的交易所 那他是一上交易所就是在火币上的 然后他的话是一路的话刚开始的话第一天FOMO起来就涨了很多 涨了两倍多 但后面后面的话是一直到4月份 然后这个3月26号开始这个Coinbase 然后还有那个Solana就开始领投 这个时候就又涨了一波 然后的话一直是到达今年的8月份SYCLE进来投资又涨一波 然后就是熊市 然后现在就是就是跌了一下 然后现在又反弹了一个阶段 那像他这个代币的话 现在是在我查一下是在6家的这样一个中心税上面 去去发行了他的代币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交易量还是蛮大的 这个大家也是能看到的 所以他这个项目的背景还是项目背景 包括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背景 还是还有这个用户参与量都是挺不错的 但就是中国人好像知道的是蛮少的 然后的话那么言归正断 那在介绍完像是ZEBIC他的这样一个 他是什么样的协议 然后他的资方背景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社区的FAMO程度之后 我们再来我们能知道ZEBIC是什么 就是他对就这个ZEBIC Horizon 他这个他这个节点计划 没错ZEBIC他是要在2023年去打造他的一个崩链出来 那么这个崩链的话是一个L1的崩链 这个崩链同时的话 他要做他想做的东西也是就是做一个线上流支付 同时也要做一个跨链的平台 Solana 义安 以太坊乃至BTC 这些主流的链给他们去做一个 对他要做这样 他要做这样一个关于ZEBIC协议的这样链 然后的话这个没有更新 他现在已经是在去研发将近250个DAPT 但现在的话它是搬到币安上面 然后又想想为什么往币安上面 然后讲一下为讲一下这个节点 大家是怎么去参与 这个节点计划的话 这个节点它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以太坊2.0 这个质押挖泡 那他的话也是到时候像ZEBIC 它的这样一个质押模式的话 也是Proof of Staking 质押挖泡 这样质押验证者的这样一个模式 参与的话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界面去买节点 然后就是比如说输入别人的推荐 我主要的去讲一下参与这个节点的运营会有什么好处 我大家可能更想听的 然后翻译的话 他这个翻译谷歌翻译不太好用 然后我今天的话是专门的是自己去从手写了一个翻译 然后我给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参与这个节点会有什么好处 我刚想一下 其实在WiK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为就是一个 可以给它定义为是一个 我给它定义是web3的支付宝 那为什么是这样定义的呢 因为它里面功能有很多 它既有这样的一个debit card的线下加密货币支付的功能 然后又有像是刚刚说的发工资的留支付的功能 然后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和 它还有这样一个就是去帮你管理资金去质押挖矿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给它简单的理解 我也是web3的支付宝 那它做的事情 它也刚开始在那黑客中做的事情 融资也很简单 它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这个钱给质押到它的这个zeback协议当中 然后这个zeback协议 你质押上去之后 你比如说你想给币转账 但是呢你又担心你一次把这个钱转给币 币可能就不为你工作 或者不为你去投资 那你可以就是把这 比如说你把50个Solana转过去 然后你以每秒一个Solana的方式转给用户 或者是付员工工资 那这样子的话是对于员工来讲 它的话它也每时每刻能看到收益 同时对于你来讲的话 因为你的资金还不是直接转给员工 而是质押在zeback上面 你对于你来说的话 你也是更放心的员工去工作 那么zeback它之前在Solana上面的话 它是最大的Solana针对于弊端的平台 已经有250个web3的项目去用zeback为他们的员工去付工资 这很web3 OK然后刚刚讲的那么多像是什么顶级投行去投资 还有它的这个社区的风暴程度 这个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项目它有牛逼儿机构投资 不一定代表它未来有多大潜力 但是至少能代表的一个东西就在于这个项目足够安全 因为我们要做的research这些工作的话 像是Coinbase这些风投机构已经帮我们做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摸它的底细 再去摸它的项目方是不是牛逼的人 对吧 因为这已经有像Coinbase Solana这些的背书 还有OK它的背书 然后它的技术的话 刚刚我也简单说一下 就是其实也很简单 然后它那个debit card的话 我刚刚之所以卡通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搞不懂 它是怎么去做到一个实时的 就是和Visa合作的就是线上的去OTC 这张卡既可以去说去把法 去把加密货币当做法币用 又可以把法币当做加密货币用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到时候 我们单独拉一个群 然后叫上我们这种懂技术伙伴们 去钻研一下的 然后OK 然后我的话就再主要介绍一下 它这个Horizon这个计划吧 这个就我刚刚说的 它的起始链的话是在Solana上面 但是现在因为一些问题 就是Solana最近不也被Mango这些黑特船 给攻击损失了8亿美金 所以说因为它不稳定要这些问题 那么Zabek它现在就是 把它的这个首发节点给放到BN链上 但这个是无所谓的 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一个跨链协议 它是想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一个layer1的中心链 然后去把别的 你看这里面不光是有传统外部上 像以太坊Solana Optos 还有Optos这些个layer1的供链之外 它还和这样的一个 它还和银行去link 但这个具体技术原理是不知道 但这就刚刚说的 和法币debit card进行实施OTC的交易通道 然后它还要和这样一个 反正就是和这样一个现实社会进行一个交互 链上交互和现实世界交互 这个里面肯定是有预言机的这样一个机制存在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链当中 它最重要的话就跟我们参与以太坊也好 还有BTC也好 它里面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共识节点 那在传统的BTC的话 它的共识节点就是由那些个矿机们提供 那么在ZEBIC也好 还是以太坊2.0也好 这个时候就是质押验证者节点 那么对于ZEBIC的话 它前期的话 它会去预售这样的一个节点出来 那么这个节点主要是包含两方面的 这就是我们的ZEBIC地平线计划 ZEBIC地平线计划的话 它主要是包含两个主体 第一个主体的话就是这样一个ZPOT 你买这个ZPOT就是中文翻译是纪元 买这个纪元这个NFT的话 你相当于你去获得它的这样一个节点 然后你有这个节点之后 你才可以去质押你的 质押你的这个代币ZEBIC 去进行一个proof of staking的节点建设 然后去赚取proof of staking的 这样一个链上的手续费 然后第二个东西的话 是这样一个正义之锤的这样一个 正义之锤的这样一个NFT 这个是一个灵魂帮定代币 支持EIP5114协议 那它的话就是使用者可以去参加 ZBICDAO的这个组织和生态的管理 就主要是这两个是它的这个地平线计划的NFT主体 那么这个节点是怎么获得的 节点它的获得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参与当中 然后去购买 它的话目前 目前价格是2010USDT 然后是每售出50个节点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就会上涨0.5% 是以指数函数上涨的 如果说是3万个节点都卖出去的话 它大概的话 当时我看一下我当时算是多少 差不多大概的话 如果3万个节点都卖出去 它最终售价将会达到38400美金 这个我以后可以谈一下我自己想法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不可思议 对就是直接去买 然后它这个的话 智里代币 也就是这个灵魂帮 灵魂帮定NFT的话 它是需要未来去参加 它的一些个官方的一些个活动 或者说你要是去积极和官方推特去互动 去完成他们的任务 你才能获得 OK 那我们主要说一下 这个东西去参加去购买它的节点 我们目前能获得什么 这个在白皮书中也有 但是的话白皮书的话 它的这个谷歌翻译的话 可能是不太不太准 这边的话 我单独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 我自己去比译的一个版本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应该大家都看到 这个我自己总结的Zitouch 这个比例汇总 主要就是 主要的话 就是我是直接是按照这个 官方白皮书进行翻译 但我翻译可能会更准确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节点收益 就和那个 你探访2.0去质押的话 你是去 你充当validator这个角色的话 验证者角色的话 你将会去优先的去获得这样一个 你将会去获得这个节点的验证权 然后并且你享受这个交易手续费的基地 官方的话 他给出了这个手续费的话 也是模能两可 说是预计年化4%到7% 但这个具体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感觉就是 就他这个主网没有上线之前 这些都是都是一个官方预测的数字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会有一个协议分红 然后这个具体的协议分红模式的话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由到组织统一来分配 然后这个他官方说的是这个生态发布之后 相当于是项目方他拿出这个平台协议利润20% 作为节点持有人的这样一个分红 那边的话写的就是差不多是200万到500万优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 就是去他们到时候会和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像是ZBag他在之前的话 节点一测试网的时候 就和差不多有250家DAPT开发者去开发这样的 联合去开发这样的生态 那些个DAPT用他的SBT作为基层去开发生态 那这些个DAPT但凡出现一个蓝筹项目的话 你就可以去获得他们的白名单 当然这个我说这样也是主要是有点画饼的感觉 第四点的话是 这个就是节点的ZBC的碰头收益 这个就是实打实的 如果要是节点的数量达到15000之后 每天的话会碰头 个是百 碰头100万个ZBC的节点持有的 那么现在一枚ZBC的价格大概是在0.02美金 那么100万的话就是 100万的话就相当于是2万美金 那2万美金的话是 每天是差不多是 每天是给15000人分的话 差不多每个人是能分到将近1点多美金 但这个的话可能现在来看的话 收益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的话我觉得如果要熊市破后的话 他这个代币肯定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因为太前窍了 还是有这么多人去投资他 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这个 对这个就是节点ZBC的碰头奖励 他这个玩法很CX 你比如说我要你们使用我邀请码的话 我能立刻获得一个碰头收益的5% 然后就你们碰头收益的5% 然后如果邀请三个玩家玩家来助力的话 可以收获得15% 他这个玩法就是一个蓝筹项目 但他玩法确实比较CX 然后第六个的话就是ZPouch 他本身的话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增值收益的 就是你每购买50个ZPouch 他的节点价格会上涨0.5% 然后预计到3万个ZPouch的都收完之后 他的这样一个指数本 大概是能本到38504油 这个的话差不多是要涨个将近20倍左右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一些个中期收益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邀请返庸的话 如果你还要推荐一名好友去参与ZPouch的话 你自动获得购买价格5%的邀请返庸 合约的话实质到账的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的话 他前期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碰头奖励 你如果要是到第三千个节点的话 他会奖励100万美金的碰头 8千个节点奖励400万美金碰头 这个碰头是按照他的积分的贡献值 那这个积分的贡献值说白了就是 你邀请的好友越多你的贡献值就越多 但是到同时合约将自动把售价3%的资金投入到 Horion金库与DeFi领域的龙头进行合作 欧望预计年化收益5%至20% 金库全部本金与利润均用于社区福利 但是他们说这个福利是什么部分 但我今天的话是根据ZBAC某个市场负责人 他给我说的是 这个并没有在白区书上看写到 然后这个就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他说的话这个是会到时候是如果每产生500个节点的话 系统到时候会在推特上面去把该阶段金库50%的收益 就是资压的利润的50%用于随机分放 然后去一等价去抽三个名信用用户 一等价35% 二等价10% 三等价5% 对 那这个是无所谓 这个我不觉得自己能去成为他的信用用户 但他第二个就很有意思 如果4小时内未诞生新的节点 金库总余额的20%奖励给最后一名节点参与者 80%用于评分给倒数第2至100名参与者 同时继续重新开启 那他这个就是相当于是 相当于他是强拉着人去购买他这样一个协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刚开始的话 如果是0到500个节点的时候 他的这个金库总金额数我算是15150USD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可能那前期前期他便宜都是formal阶段 但如果到后期的话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到第8000个的话 你如果24小时内 你成为最后一个购买的人 你将会瓜分到这215257个这样的一个金库总奖金 当然我觉得这个总奖金谁也得不到 因为很有可能最后一个参与的人是项目方 但是项目方一旦参与的话 那这时候可能就就有人看到啊还有几还有几分钟 他想要目的就达成了 那么我说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是他可以参与的点在哪吧 第一点的话他是在于他第一点是在于他的话 他的这个刚刚说了像他的这样一个像他的capital就非常厉害嘛 就比如说像Coinbase啊这些啊还有这个Solana啊给他前后投啊差不多有2800万美金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的像我们比较小的这种交易所去参投啊 差不多一共是有4000万美金这个样子 那这4000万美金给到这个ZBag 我相信他们是还是能够去创造出一些个价值的 竟然这么难筹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在于 第二点是在于有这么多机会参投的话 那你肯定你对于这个项目的跑路风险就相对的来说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很小很小 只要你参与这个项目比去外界去参与一些土狗比较稳定 然后第三点就是比较好玩一点 他虽然他是一个蓝筹项目 也非常也是一个供链项目 但是大家也看到这个ZBag 它的这个销售机制是非常的cx非常的传销 但传销的话他就有很好玩的玩法 就如果这个项目formal起来的话 你单独的去囤这个矿机的话 你到最后你想一想 你到最后的话 如果他能够达到三万个的话 那你到时候这个report它的这样一个价格就会达到 就翻了将近比现价 财产线翻了将近20倍 所以说他还是很有潜力的一个项目 那如果是如果他是三万个节点 你比如说明年一年的时间 主网上线的时间一年没有卖出去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打call in被死他们脸了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这个项目参与的点是 这个项目它的中国人参与的很少 基本上我在YouTube上还有Twitter上是没有看到过 很少看到过相关的中文信息 有的中文信息也是七个月前ZBCIDO阶段的消息 但他这个节点的信息并没有公布 就没有人做这个 那么没有中国人参与的项目的话 它的这样一个不凡是社区啊 还是它的这样一个文化也好 就相对来讲的话是更加的正统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参与的机会 还是还是蛮大的 而且的话它未来的话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变成像是 像是像是Solana这样的应用级的这样的供电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尤其它的这样一个从它的投资规模来看 但这个项目它不适合参与的人士呢 它适合参与的人是一些个 能够坚持长线投资的人 而不是就比如说你手上有这个闲钱 你不在乎这2000USDP 你愿意买这个节点 然后你愿意就是去 并且花时间和这个项目方去做一些个交互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肯定从长久来看 你是肯定是会从中获得取很多收益 但如果你只是说是炒个图稿 或者说是你追求那种短平快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因为它的这个ZPOTS这个节点 在三万个节点卖出去之前 它是没有办法转让和售出的 这是它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流就它这个节点流动性很差 你可能你这个节点买了之后 你只能就是在它三万个卖出去之前 你只能就是去在它2023年这个链上去挖矿 然后去享受它这样一个平台的分红 去享受去就拿着这个股权享受它的利息 只有这三万个节点卖出去之后 然后你才能去把这个节点 再去把你的股份去转让给别人 我们下期再见